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比赛刚刚开始4分钟 红马前场抢断后就地反击 阿森西奥在禁区右侧接到协赛球后获得绝佳单刀机会 他直接低射圆角 门将马马尔达什维利迅速落地单掌把球扑出 马马尔达什维利的这次扑就非常给力 拯救了球队 这次机会之后比赛一度有些沉闷 很难出现很好的机会 第18分钟 本泽马在禁区内卸下传中球 人已经到了底线附近 他出其不意地用脚后跟把球往后回传 阿森西奥跟上射门 结果被防守球员挡出了底线 阿森西奥再次浪费良机 第22分钟 红马利用前场定位球机会制造威胁 只可惜本泽马受到干扰 没有包抄到位 眼睁睁看着皮球直接出了底线 5分钟后 本泽马在禁区前沿把球分给左侧的维尼修斯 维尼修斯直接低射 踢得实在是太正了 门将站在原地就轻松把球没收 第30分钟 卡马文家在禁区左侧小角度报射 踢偏了 6分钟后 米利唐英商被换下场 半场临近结束 吕迪格投球破门 但是裁判看了回放之后 认定本泽马犯规在先 进球无效 同时给了本泽马一张黄牌 半场结束 比分依然是0比0 下半场一边再站 第52分钟 红马进球了 本泽马在前场右侧把球传给阿森西奥 阿森西奥停球调整远射 批球像一颗炮弹一样 直接钻入球门 门将呆呆地站在原地 没有任何反应 这里世界波太精彩了 安切落地激动狂欢 黄马终于取得领先 只过了两分钟 黄马再次取得进球 依然是本泽马的助攻 维尼修斯半场带球狂飙 突入禁区后单刀递舍 球进了 维尼修斯跳舞庆祝 红马扩大领先优势 瓦伦西亚一下子就崩盘了 第67分钟 马拉尼昂进区内转身凌空抽射 踢高了 第72分钟 加布里埃尔比保利斯塔踢倒维尼修斯 维尼修斯非常气愤 冲过去质问保利斯塔 比赛场面一度有些混乱 裁判直接给了保利斯塔一张红牌 第73分钟 巴尔维德外围远射 打进脚 门将倒地把球扑出 第86分钟 纳桥舍门被挡出 楚阿梅尼远射踢飞 最终 黄马2比0完胜瓦伦西亚 本则马两助攻 表现很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